恒指從5月10日開始 形成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 不過 昨日恒指收市時是20845點 恰好與6月16日收市時相等 而6月16日也是上一浪的低點 如果今日收市低於昨日 應該為恒指做些對沖 對沖方法 可以是買入一些反向恒指ETF 不過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是恒指成份股內的新舊經濟股本身 就形成一個對沖 只不過 目前恒指成份股中 新經濟股的比重較高 因此 新經濟股大幅上升 就算舊經濟股下跌 恒指也上升 相反的 新經濟股下跌時 舊經濟股往往會逆時上升 昨天的情形就很明顯 因此 另一個對沖的方法 就是在自己的組合中調整 新舊經濟股的比例 也就是說 如果見到恒指不再是一浪高於一浪 而是轉向下 那麼 就增加自己手上的舊經濟股的比重 目前 舊經濟股的回升幅度 雖然比不上新經濟股 但是性在高息 大部分舊經濟股都是高息股 只要股價暫得穩不再下跌 收息也已恨不錯 而且 到經濟股中的本地地產股的資產 淨值皆遠遠高於市值 也恨有條件成為大股東私有化 或增持的對象 過去合和 會得封城公私有化 華智127 曾提出私有化 詳實 1113 九龍倉004 股價也不斷地破頂 理由是大股東不斷地增持 二線地產股中 加華國際173的股息率最高達7厘 近期 大股東也多次出手增持股價 進取時就增加新經濟股 推手時就增加舊經濟股 暫時收息觀望 就是自我對沖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